SBO第八週開打前 盧主金九只拿過三勝 而且通通是對戰機後段般的台銀 不過12月29號強碰龍頭達新 表現卻跌破大家眼鏡 數據魔人楊將Eugen Phelps 找出二十六分十六籃板 還送出十次助攻 締造大三元 成為SBO史上第六人 帶領金九最終八十九比七十英球 本季首度擊敗台銀以外的球隊 就是扳倒龍頭 有趣的是 由於飛魚過往直接生涯 他沒達成過鋤頭Double 比賽後段全隊刻意做球 想讓他傳出第十次助攻 反倒綁手綁腳 直到倒數五十二秒 菲爾普斯地板球 傳給簡偉如中距離跳投得手 飛魚第一時間高舉雙臂 興奮和簡偉如擁抱 難得的拚紀錄之夜 終於在槍響前圓滿達標 而說到達標 玉龍當家射手難摸呂正如 二十九號招手臺皮賽前 生涯累積三千九百九十二分 在場邊親友團見證下 開賽就火力全開 首間連續三次外線出手 通通命中 包含這次關鍵的 右側四十五角高難度拆炸彈 投進壓哨三分 正式晉升四千分俱樂部成員 加入少俠田裡行列 成為SCO史上第二人 他的浪花兄弟好搭檔 周世元跟著趕進度 當天公下二十一分 下一場再猛烘二十五分 2017年元旦碰頭達星賽前 生涯總得分瞬間來到三千九百七十九分 玉龍董事長 顏凱泰也特地到場 期待看到雙喜臨門 但是這場攸關龍頭保衛戰 虎君可不打算放行 印度洋賓 Simruler二十段十八籃板優異雙十 台版LBJ周一翔全場十七分 兩人聯手帶領球隊前三節 打完領先八分 老將張志豐更扮演第四節先生 三頭選手單截獨拿九分 幫助達星最終八十一比六十六勝出 繼續以十三勝五敗 居龍頭寶座 至於周世元全場攻下十六分 生涯累積三千九百九十五分 四千分敵城兵還得再等等 回答題於新聞綜合報導